好,各位 同学,各位朋友,我们今天来讲 Inscape 我们常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标题,对不对 就是这个标题呢 经过某一种 几何的变形 编辑或拍板上的需求,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有对的 他就是用这样子,用这样子 用这样子,换句话说,先 先创造出一个 一个你要的一个几何形状,几何变形 然后再 自 以这一个几何变形 来模拟,来形成这样一个形状,他就会是这样子 那当然这几个他必须是一个封闭型的 封闭型的几何形状 就是封闭型的几何形状来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会用那个特效叫那个 Develop Deformation 信封变形 我比较,我比较喜欢称这 几何形的变形 好,那我们 这个很快,我们你大概了解这个需求 这个标题字,标题字,我们有时候需要某种特效,就会这样子 好,那么开新档案,这一次我们比较快就直接就来处理他,好不好 好,来,我们首先来看,来做第一个 我们先这个地方,这个向量 画出那个向量虚线,倍之虚线的,我们先来做一个,好不好 我们先来做一个,可能我们常常看到的,这样子 好,出来了,我们希望做出这样子的变形,好不好 做这样的变形 然后这个是呢 字形,字形呢,我们就随便打打几个字 打打几个字 这是这 这是中文字 变形,好不好 OK 按这个选择键出来了,你点一下 你可以这个地方字 字的 变化你就会出来,这个字的变化你不知道在这地方 按一下字形与 这个 文字与字形,按一下他就出来了 这个大小其实也不太用调啦,因为等一下他会自动变化,但是 换一个字好了,今天就是 受精体 受精体不再适合用表体,出名,好不好 这个套用,OK 套用出名了,就会是这样子 那首先呢,这个是字 我们刚才这个字,一定要把字 变成什么 路径,路径其实就是向量图了,他可以做变化,放大缩小,都不会变形 那字是一个 功能型的东西,所以基本,我们因为是用字,你点一下字 再点一下,又可以编辑了,所以他基本上属于字的编辑 编辑的功能状态,那我们不要 我们先点一下他,然后让他 从字的编辑状态转到纯粹的向量 图,可以放大缩小,不会变形的图 就这个路径 物件转成路径,这很常用,OK,他现在变成路径了 拉进来,各位 对到中间,我对到中间了 这个对到中间怎么对,这里有一个 这个贴起的功能打开 那这个地方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中间点,有没有 中间点,我有把它打勾,他会在中间点对齐 有啦 有时候也不是很准 东摸摸西摸,中心点还有讲 这个有了,然后现在要干什么呢 在这里,这个地方自行特效 自行特效,你这里如果没有的话,就这个地方路径 这边有一个路径特效,等一下他就跑出来了 好,这个地方,我们把这功能找出来,就在这个地方 Devable Deformation 就是这个,哎呦,出来了,没看到 这个地方 上,右,下,走 所以我们顶端呢,这个地方,点一下,没看到,这里有两个 点出来了,这个点对到这边,这个点对到这边,OK 然后又在这个地方点一下,两个点又出来了,就对到这边,又对到这边,有没有,超简单 第一,这个真的是很方便的一个特效功能,我也常用 这我很喜欢用 走,OK 特效功能,特效功能 没有,就拉出来了,所以等一下呢,往后面有这边拉就拉出来了 那现在他这个是属于特效功能的状态,这个地方是特效功能的状态 但是属于一个,他是属于一个特效功能的状态,所以你如果按路径 再把它转成路径啊,物件转成路径,没有,这个地方不见,为什么,他不是在功能状态 而是纯粹的形状的,没有,就变成一个纯粹的形状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 哇,那我们再画一个 圆形,斗圆,好不好 再写啊,这是 这是 这是中文字形 变化,好不好 就这样子,OK 好,点一下,那我们这一次就 就字的地方就不再弄了,找到中间点,中心点,这边有写中心点,然后 开始,记得呢,要先把文字变成什么 变成路径,转成路径,变成是一个 向量图,这样他才可以 所以 你要转成向量图,这个功能才会有用 Paste effect,一样老样子,这一个啊,这个信封变形,OK 好,点他 上面的,上面的 上面的 然后呢,右边的,右边的,右边的,要对齐呢 要对好,对好 然后呢,下面的,要对好,对好,才会漂亮哦 对好,才会漂亮啊 对好啊 左边的,对好,对好,才会漂亮啊 我好像没有对好 有点乖 好,没关系啦 重点是这个地方,这个弧度在哪边 上面的地方,有没有,这绿色的线 稍微拉,拉拉拉拉,拉到跟那个弧度线对齐OK 未必能百分之一百的,不过也可以啊,下面的地方有没有 这条线 幅度的线对齐,有没有,OK 好,点一下拉出来,就变出来了,没有,记得一定要把它 路径,把它转成路径,它会从字形的一个功能状态 变成字的状态 基本上就会是一个这样子 好,那我们做两个就好了 就不要浇浇太久,所有功能都一模一样 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当你把它变成向量图之后呢,变颜色,有没有 我们讲过了,这颜色啦,那边框呢 加上一个边框,黑色边框,有没有,就出来了,我们常看到的有没有,有边框的字形,有没有 中间很多我们讲过的各式各样向量的变化,它就会出来了,这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功能啊,这就是路径特效的功能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谢谢各位